投遍全球的短影音平臺 抖音深受年輕人喜愛 但在英多國政府顧忌 中國抖音可能造成資安疑慮 陸續禁止在公部門使用抖音軟體 如今美國蒙大拿州正式宣布 禁止手機APP商店上架抖音 成為美國州政府首例 當地民眾極力駁斥州政府的新政策 但根據外媒報導 蒙大拿州州長吉安福特17號宣布 這法案的目的是確保 蒙大拿州居民免受中國監控 對此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 則回應該州法案非法封殺抖音 以侵犯蒙大拿州民眾 在憲法第一修正案 禁止國會立法剝奪言論自由的權利 中國強調會捍衛此州使用者的自由利益 蒙大拿州抖音禁令法案 將於6月1號開始生效 此外蒙大拿州也禁止在公務機上 使用搜集個人資訊 提供給非友好國家的社群軟體 中國母公司努力經營抖音 卻難逃一聲下令的抖音禁令 三地新聞 林志祺報道